欢迎收看《法律之多些》的环节 今次我们的题目是由码头围盗11号的大火 讲到重庆大厦的大火 副题是说劏房引致的社会危机 我找到几位嘉宾和大家讨论这么烤的问题 先介绍杨振宇和大家招呼 大家好我是杨振宇契德居密协会主席 已上过这个节目 左边第一次嘉宾是 这位是当区码头围盗11大火的选区 班智民议员 各位观众 是岛国湾南区的班智民议员 是岛国湾南区 是岛国湾南区 那里有很多旧楼 都超过50年 刚刚不幸运就发生了一宗大火 是可以说不幸运 但是炸弹早就爆了 我现在讲一下内容 左边最远的慧患南医院 你是深水埗区医院 是 大家好我是深水埗区医院慧患南 是 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大火 就是由九龙城那里有问题 到九龙城那里有毒关 到游尖旺的重庆大厦 是吧 我们不想到新水埗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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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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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出自入的大廈都叫三毛、五毛之類的大廈 基本上整個大廈都是劏房 一劏五、一劏七 這個火災可以說是意外 但亦是遲早會發生的意外 就算大火之後幾天 街尾又是電線著火 又再一次火災 再一個星期左右 差不多北 我又是著火 只是沒有造成人命傷亡 大家沒有注意到 即是因為炸彈逐個逐個會爆 你再說到重慶大廈 亦是引伸出來的 即是111之後就去到重慶大廈 都是同樣的 你先說111那次 現在是時候再看 當然我們的詳細就是死因裁判庭 即是遲些要開庭說 按你現在所知的 你講一講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火災無路可走 那些火我們看起來不是很大 有一條石屍樓梯 沒有東西要燒 如果是石屍樓可以死五多人 就引起我們一個警覺 一條電子可以死一千五名十九雙 沒有東西要燒 沒有打橫燒 向上沒有東西要燒 你可想而知 說升了三個大廈 我也會質疑 怎樣三級發呢 沒有東西要燒 只有電線 可以死五多人 可想而知現在的劏房 如果一間大廈有八層高 多了幾十部 即是每層劏碗 我單位計算 多了幾十部熱水爐 電飯煲 冷氣機 可想而知 電力裝飾力不加大 或許會有其他大廈 都會繼續有炸彈 不如我們試用五個W 兩個H來看看劏房問題 五個W 第一個就是 哪一個區最多這種劏房的地方 你可以說說為甚麼 What is 甚麼叫劏房問題 問題是甚麼 或者楊振宇說說 這些劏房問題 在哪些區最多 其實現在我們在座都包含了 九龍西又占旺九龍城深水埗 即是比較低下階層的住的地區 就有這些劏房 歸根究底 其實為甚麼 雖然徹底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最好沒有劏房 大家安全 但你看到現在樓市那麼厲害 那麼設熱 始終租貴 租貴很多的業主就逃離 就用這個劏房的方法 這個是市場的位置 始終都有這些劏房的方法 蔚水埗為甚麼都有這麼多劏房 我同意廖誠你所說的 這個計時炸彈 會否何時燒到深水埗居 其實是一個循環 我記得當年在九零年代的時候 南昌街的龍屋大火 都造成七死 多人受傷 陸續續都有 壓寮街的龍屋大火 去到2007年一間板間房 即是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都已經發生 沒錯 這個計時炸彈不斷在舊區發生 加利大火也是 加利大火也是 不斷循環在深水埗 油尖望 九龍城等等的舊營私人樓宇 我同意楊振宇說 如果大家沒有法例規管劏房的管制 這個悲劇不斷發生 但樓價這麼貴 叫一個舊樓的私業主 舉例單位是1000呎或800呎 我們哪裏承擔 或租客哪裏承擔起 我要800呎的租戶 哪裏承擔租 業主將它劏劏 間隔很多間房 四間、五間、六間等等 但內部裝修 裝修再租出去 即是百間房 只有72間房客 但如果它裏面的規管或規格 是多加設施下去 令到裏面的住客 有更多生命保障 舉例消防設施 譬如有滅火桶的設備 電線喉管是內藏的 不會引起火警 甚至逃生的地方有些指示 舉例一到黏霧尼蠻的時候 逃生門那裏有些燈口的指示 很多時萬一不幸有火警 租客都可以按照指示去走火警 但很遺憾這些劏房 通常沒有這些設施 剛才潘興也有說過 其實10間劏房10個火水爐 如果燒到裏面的火水爐更危險 災害更加大 剛才你已經一連串 都說了社會問題 如果我們講解為什麼這麼危險 可以歸類到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劏房之後 他本身人很多 他人多了 在裏面會出現火燭的可能性 包括電製多了 大家煮食 分開煮食 現在不是用火水爐 是用石油氣 所以火警的機會大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由於他是劏房的話 是否有一些違規的東西 令到他沒有走火通道 萬一發生事的話 如果是走得掉的 那沒問題 他劏房的時候 令到他走不掉 他就有兩組的問題 先說第一個情況 或者將兩組一起說 潘志文 這個觀察是否一般 他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居住的人很多 實際現在屋宇住好像黃都一樣 他都會計算的 即是你這麼大量的人多了出來 我們走廊的闊度也有計算的 同時 我美房 通常人家都是堵塞走火通道的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的50年樓 就有先天不足 後天失收的情況 先天不足 類似同50年樓的年代的樓 你留意一下 他只是其中一條梯可以上到天台 那樓好像有賭瓜環那些 就是前梯上到天台 後梯上不到 即是前面那一邊 如果走到上去 但如果那裏有賭瓜 那也沒用 以一一為例 當時有十幾二個 是困在後梯上不到天台 如果場法再遠一點 這十幾個都沒有 因為已經頂到最終一刻 他頂到最終一刻 幸好認識了 這十幾個就得了 但要留意一下 尖沙咀那邊 又同一五個 重慶大廈 50年後 他就前梯上不到天台 是後梯上到的 有些人住了幾十年都不知道 如果你一走火 以下就是重招 以下就是重招 所以那些人當初就說 為何後梯被人鎖 不是鎖了 他那個先天的結合 不是這樣 設計是這樣的 是上不到的 所謂上不到的意思 即是說 他一直這樣走 如果向到上面頂 其實是封了 封了 那為何頂樓是封了 他的設計是這樣的 在頂樓是沒有爐出的 沒有的 是鎖了門還是怎樣 沒有鎖的 只是建築設計 設計根本就沒有爐出 是密封了 去不了天台 如果他以為有路走 走到上頂 噴在那裏 就是叫骨頭 噴在那裏 噴在那裏 那些煙一起 因為下面又上去 煙就是會向上 而且那個樓梯設計 大家留意一下 那個樓梯設計 有一點煙冬效應 在龍煙上 就順著梯籠上 也在那裏焗 但是當你一有火燭的時候 你有時不會知道 你自己是在後樓梯 沒有那麼清醒 沒有那麼清醒 如果你在平面的時候 你走向左 這個又是前門梯 甚至是你很清醒 還是想向下走 如果下面有人想向上走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時間增持 你就知道 在哪裏方向走 一起向前走 然後揚魂身 你帶他走 走到大家走不到 就焗在那裏 於是就發現悲劇 產生悲劇 就會這樣 我看會不會深水埗 也有偷位的情況 就是他一湯的時候 他就向前那裏 偷了一些位去用 向後那裏又偷了一些位去用 阻止那些走火通道 其實深水埗裏面的劏房 的情況是一樣的 舊的樓宇 舊的單位劏開了很多間之後 其實去到最尾 一個很窄的走廊 去到最尾 都是後樓梯的位置 很多時候住客就不知道 租進去之後都不知道 未試過 未試過有走火警的演習 甚至未試過有事故發生 大家都在前樓梯出入出入 當萬一發生火警的時候 順利成章 便在常用的樓梯逃生 當下面有人向上走的時候 他不下意識都會跟上走 以及潘志文說得對 如果劏房太多 去到最尾的房間 根本走不了 每間房間有部份有鐵閘 有些是木門 木門打開到木門 就逃生 有些鐵閘向外洞 當有火有農煙的時候 向外洞 他前面那兩間有鐵閘向外洞 就阻礙最尾的幾間房間 但他一出現的情況 完全是走不了 十三階 或者環治八階 吐瓜人 是否都有這個相似 都相似 但我想提出一點很重要 其實那些劏房 其實很多居民租了 不會停留住很久 當他們搬走的時候 把很多床褥、雜物 就這樣扔出樓梯口 即是那些異言物品 是的 但大廈沒有管理 沒有護衛會 沒有法團 沒有人清 剛才為何 潘志文說 狀況燒得這麼厲害 是否那些人吸煙 弄煙頭 都有機會 某程度上原因 就是雜物堆積太多 原本沒有東西燒 是一些石屎 防煙門 你燒不到有限度 但當堆積這麼多雜物 一燒就變得很大火 即是三毛大廈 出現的是 沒有管理 沒有法團 沒有組織 監督 沒有保安 引致新的五毛 新的五毛 第一個毛是甚麼 第一 就是他本身在地下 沒有大閘 沒有人理 自出自入 沒有染龜奴 第二就是無路可走 一有火燭 就沒有屠生門可以走 這個情況 都是要想方法 怎樣解決 你們在討論的時候 你們想想 針對這個 為甚麼 這麼危險的情況下 有甚麼改善的呢 潘自民 長遠計 這是政府的防護政策 政府的防護政策 你現在還在說 真特首層 現在正在找公屋地 實際 歸類 我就這樣看到 這些五十幾年樓 你如果再 當然適當維修要 如果適合危險 但你怎樣去收集都好 除了增加科技主要負擔 但是改善不到甚麼 因為那個流業結構 先天之間 就陷在那裏 我就這樣說 既然是這樣說 你不如重建 當然 政府有一個 長遠的防護政策 加上一個重建 這些除了著火 可能就是塌樓 幾樣加起來 你不太會 著火就管著火 塌樓就管塌樓 整個年齡可能不同 這些問題 潘自民呢 第一個建議就是 不如這些已經 依不到那些 重建它 即是收購它 怎樣都重建了它 這是第一個方法 這個重建 大家不會反對 反對 楊振宇和韋煥男 你有甚麼建議 終極方案一定是重建 這些大家不會反對 這些不反對 真的五六十年 六七十年 沒有了樓宇保養 其實樓宇很殘 很舊 這個終結方案真的重建 但是有些 舊樓的組群 會夾雜一點 四十年樓零 或三十年樓零 再間隔一點 五十年樓零 或二三十年樓零 其實樓與樓之間是相連的 全部相連的 其實我們建議政府 很久很久之前 建議政府 一個區域式的管理 怎樣區域式管理 你是想甚麼 區域式的小區管理 是怎樣的 你明天看政府考慮一下 這種方便一些 三毛大廈 N毛大廈的管理 如果一個單獨樓宇 要付很多資源 去請管理員 去做樓宇維修保養 甚至加大站 或者有一個不六字系統 那樓宇一梯只有兩貨 譬如四五層 只有十貨 全部老業主 老的上年基業主 他們會比較艱難 應付管理費 但是那個區域管理 可能是連同隔離幾棟大廈 三四棟大廈 五六棟大廈 或是整條街的大廈 一起聘請管理公司 而管理人 管理公司 就是做一個連結式的管理 譬如巡樓 清潔 甚至有些維修保養 等等服務 甚至管理人 可以擔當社工的角色 連老業主等等 都可以做一個家具照顧 或是虛寒紋亂的電話探訪 但這個方法 我們一講十年 十年政府還沒有回應 更加黃倫去怎樣重建 怎樣去逐動大廈 去一個翻新 大廈維修 去復修 其實這個很難推動 一些事業主 去自己 你們的想法就是三毛 將它轉為三有 既然沒有管理 不如做一個小區管理 或是共同管理 要政府去加入 支援 楊振宇有甚麼辦府 有甚麼建議 當然 最優先的 就是重建 剛才惠臣說了第二 小區管理 這兩項都不行的時候 政府可以做甚麼呢 就加強巡查 但不要一件事是甚麼呢 政府每一次都遇到一個問題 有意外 才加強巡查消防 加強巡查結構 政府其實他們是最有權的 他們應該定期 真的 那些政府部門官員 就不要敷衍了事 看到不能進門口 就放下封信 或是貼國命令就算了 其實他們能夠做到 就真的入屋去檢查 究竟消防是否合格 結構是否合格 始終舊樓 都是牽涉很多人命 在這裏 唯一政府現在這一刻 立刻做到的 就是加強巡查 和真是仔細進入去巡查 就保障居民安全 不過楊振宇說的加強巡查 我一吐氣 就是 自從馬頭到大火之後 屋宇處答應了巡查 你知道巡查多少嗎 150座的舊營樓居 150座我們全港有16000座 30年樓齡以上的樓居 十分之一都未夠 淨深水埗也有1600棟舊營樓居 不是十分之一是百分之一 是百分之一 是百分之一 但是這個巡查 150座巡查完之後 再進行一個更進 其實這種事說 或者這種態度 滿滿激滿滿 杯水居於身 這樣又不可以 我建議他 不如有心做的巡查 全港巡查完 就是做一個地毯式的巡查 最好這樣 楊振宇的說法就是 這個巡查 政府有一個建議 大家給一些看法 現在建築物條例 第22條 已經賦予屋宇處有一個權力 這個權力 可以進入任何一個單位 如果發覺他說 是有一個多大的危險 這個危險 就要看出一個迫徹的危險 這樣才有這個權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現在政府的說法就是 屋宇處行駛這個權力 是有一個實質的困難 因為要有一個迫徹危險 劏房很難說 他有沒有迫徹危險 都是好像賓館一樣 劏房 在這個情況下 變成政府沒有一個入屋令 他只是做到外面消防署巡查 就這方面 你覺得是否政府應該立法 令到有人來投訴 劏房 是違反了屋宇處的條例 就可以有權進去 看看情況有沒有違法 就這一點你怎樣看 我看法就是 這是一個瓜布門的工作 因為單一去屋宇處做 可能都是比較偏面一點 而且你不是那麼容易 去官方申請入屋令 現在實情 為何關門呢 例如中電 你現在擺明 如果我們的教堂樓 十幾戶人家 你為何會申請了三十多隻錶 你根本是申請錶的時候 你中電已經有這個警覺性 你加大了你的電力 裝磁煤 你為何會給錶 三十多隻你還未計 可能一隻還在拉近五隻 暗住我們的細錶 你也有例沒有人去管 你管了這件事 在某些電話裡 你要劏網 你給我申請電話 麻煩你加大了你的電力裝置 你已經是一部分的控制 其次 就是現在的小型工程 我也同意 小型工程都可以做一個監察 但我昨天的區域都說過 究竟小型工程的持牌人 究竟他的學識或知力 你還不做到 計算重量 而且現在的物料輕了 現在的大陸來的物料輕很多 現在我看到這些新型工程 很靚很輕 質量很好 但是否解決了安全 因為為什麼呢 人口多了都是一個問題 我走的通道是不夠的 不夠的 我正在說的是十幾個人 真的站了十幾個人 還有人來 為何會被困在裡面燒 就是禍出 就看到紀滿人 這就是我容量把握了 是先天不足的東西 如果中斷 根本就是你立利 你申請標誌 就加大了喪志 如果不給標誌 你現在不是的 天台屋會都給標誌 很簡單 你擺明天堂是一個圍尼建築 你都給標誌 你的意思就是 在其他相關的監管方面加強 例如一劏房 這麼多個房間要申請標誌 應該是否有什麼 只要出現 劏房的情況 我們現在感覺到 不過條例的模説 就是 我幾個兒子分離住 還是我真的 劏房租出去 我一刻不吵 一刻都不知道我做什麼 我說我五個兒子 我給五個兒子住 都可以 那你不要強行事 你劏房可以 但你做出所有事情 好像你電線內床 或者落鐵喉 都有一個辦法 加大裝置也有一個辦法 這就是共同的監管 跨部門 現在有時未必需要轉陣 不轉陣 不整理主力場 就這個跨部門去做這些巡查 你覺得是否有效的方法 其實絕對需要 以往用另一個例子來做比喻 以往滲水問題 以前我們找食環處 找食環處不可以 就轉陣 是否水務問題 轉陣水務處 然後找到不是水務 可能結構問題又轉陣屋瑜處 某些區域成立了一個滲水辦事處 聯合辦事處 其實就有效了他們的巡查 現在用一個相似成功的方法 就是消防處 屋瑜處 紀念工程處 紀念工程處 再加上劏房有關的 可能是民政處 因為他們說是賓館 有一個聯合辦的方法 去加強巡查 都是一種不好的有限方法 那 衛南 是否覺得這個 都是要去促使政府 去成立一個 這個必須要 必須要 雖然巡查員 未必有一個明顯的狀況 會即時改變到 但這個有阻剋作用 聯合部門也好 消防屋 與紀念工程處 等等 民政事務處 他們想去巡查 巡查要求違規 或者要求不合乎標準的劏房 間隔好 或者收拾好消防通道等等 最起碼是雜物收賣 所以這一節 我們講的是三毛大廈 就是引致的危機 我們下節回來再詳細討論 有什麼解救的方法 或者立例的方法 應該怎麼做 扶貧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案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回來這個節目 就是法律知多些的環節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 從馬頭圍道111至13號的大火 講到重慶大廈的大火 副題就是劏房的城市陷阱 最近大家在新聞看到 大廈的大堂如果發生意外 或者外場有意外 或者去任何單位 有些公用地方有意外 要對訪客有責任 大家在網上可以看到 例如以前很出名的 新興大廈 有個師傅在大廈外場做維修 掉了下去 外場都是屬於大廈的一部份 這是屬於法律上 佔用人責任條例 這個條例是 單位控制管理人 要對訪客有這樣的責任 最近大家在網上可以看到 玻璃骨女生褲商 保安都要賠償 有兩次跌倒 第一次索償 本來是很厲害的 索償650萬 但法庭經過審訊 保安公司只需要賠72萬 大家在網上可以看到 HCPI 344-2008這個案例 這些引生於很多大廈 如果發生一些對第三者的受傷 發團和業主要負責賠償 我們剛剛說的是 在大廈裏面 這是第三者 但對自己來說 是很危險的 如果有劏房那些 一些訪客或者受傷 都要引致很多賠償的問題 我們繼續討論 那些情況就是 潘自民在區裡 都看到旁邊好像土瓜人 曾經試過有些禅逢 下跌下來引致人受傷 是要賠償的 法團是要賠償的 那些是 那些是 那些是若干年前 是怎樣的 我記得那個官判說 就是 如主流法團要賠償 如主流法團有這麼充足的時間 都沒有制止這件事件 所以他要負責一定比例的賠償 我記得是這樣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做大廈管理那些 又或者在那裏做法團那些 都知道他有一個 對第三者的責任 我現在用這次著火的案例 我們有死傷 11、13 我們就說 究竟這個責任 是我對集物著火 我的物主負責 因為你劏房 你劏房已經是造成一個 不安然遲遲的住客 所以劏房的業主負責 當然是審定一半人 但我們都在想 劏房的業主 究竟有沒有責任負責 還有一個就是 這些是沒有保險的 是沒有買保險的 沒有買保險的 沒有買火險 又沒有買人生保險 什麼險都沒有 住進去找條命薄 但問題是法律那裏 怎樣戒停 究竟是我代集物 例如我們這些垃圾 都很多時候 都在堂櫺 聽垃圾國 一個鏡頭戳 另外 我館房的 你報了一個 安靜的設施 給那個住客 那住客 是否有權 追回我的業主 不是 我代垃圾的物主 你放一個 安不安全的地方 是一個 你的意義物品 會不會產生 我反而請教了 我們在法律上 要分開兩件事 第一是疏忽 第二是佔用人的法律責任 我們先看看疏忽 如果那個疏忽 是可預計的 他才要負責 他就這樣劏房 劏房是住的 在那裡用 業主劏房後 租給你 住客自己用的情況下 就是發生天災人禍的事情 那些事情 是當不可預計的 在這種情況下 他封了走火通 是預計的 封去那個 就不是業主去封 是外面封了 這個就不是業主的站 這個就可能是花圈的站 一個情況 如果一個單位裏面 是任何的大廈 或者其他情況 裡面就要合理地安全 這個就是那個佔用人的責任 如果他在外面 其實是沒有一個走火通道 他對任何的訪客是有責任 但是對住客就沒有這個責任 因為訪客 其他人進來就要安全 但你作為住客 你自己是一個佔用人 你自己對自己的負責任 就是自我冒險 其實基本上就是自己去冒險 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國安天命 所以說到 私人大廈的保險方面 很多時業主或住客都受不到保障 現在在民政事務處今年 他受不到保障 因為是自己自作業 自作業不可活 現在連大廈的保險 都是第三者保險 第三者是說別人 街外人 有一個訪客或送外賣 走過或進來的時候 突中他 索償 賠償 如果住在裏面 我買完送回家的 那塊石絲都來突中我的 我自己自身住在那裏 都不能保障 印象 第一 如果用佔用人的法律責任 例如某一間超級市場 裏面 放貨物放得很高 不是一個合理安全的地方 不安全 他對訪客就有責任 這些訪客 例如消費者就是訪客 他不是佔用人 他也是邀請他進來 那是第三者 如果你突破他 他就要負責 好了 但是那個就是佔用人 自己進回自己的超市那裏 自己找些東西 打到自己的 那就是自己 把石頭打到自己那裏 這樣就沒得賠 你不會自己告自己 所以一個道理就是 在這裏 例如天美大廈 又或者新興大廈的案件 都是外來的師傅 外來的訪客 他受傷去告法團 就不是法團本身告自己 那情況就是大家要知道 所以住在這些訪訪的租客 其實他是自我冒險的 有這個問題 如果那天有些訪客 去探訪他的 因為引致了沒得走 走的通道是不安全的 那個人就可以告法團 或者告管理公司 那個佔用人 但是那次受傷的那些 全部都好像住客 住客 住客 如果是住客的話 他沒有人可以告 他只是去買保險 就是買人身保險 但通常這些住客 又不會買火險 又不買水險 又不買第三者保險 又不買自己人壽保險 所以他就沒有保險 如果相比那個 也是碼頭是倒樓的 我住在那時沒有 險場環 你下面掘了掘到我倒了 那我沒有自作業 我樓上 我怎知道下面掘了 我即時發生的事情 那那個又怎樣 我追過那個大業主 這個就是要用梳忽 看看是否有梳忽 他有一個 在過程中 他可以預計這樣做是很魯莽 可能會導致那個意外 人家受傷 要看看這個情況 現在這個碼頭圍的事情 看來就是 先是政府控告那個人 看看有沒有違反了 好像一個控告人 是的 那這個就是 之後就是民事那邊 再看看那個結論的情況 怎麼樣 這個是有得控告的 有得控告的 那個做維修的人 其實他是很魯莽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由他引致 他可以預計到這樣做 駁斥別人的食力場 是嗎 變了引致這種情況 好了 在法律上 大家知道 在這個大廈的佔用人 包括法團 管理公司 這些 對於任何訪客 是有這樣的責任 我們回去 但是如果他是劏房的業主 他自己的責任 不是說這方面 是說有沒有違反 這些條例 法律 現在政府正在想立法 我想問問三位嘉賓 怎麼看 第一個立法的方法 就是 將這個劏房的工程 納入一個小型工程的監管制度 即是說 他的劏房 是當是一個小型工程 就是看看他 否符合 政府現在的監管小型工程的制度 如果是納入這個制度之下 那就有某種的監管的形式 就這個做法 你覺不覺得有什麼漏洞 在小型工程 摸口非方便 一些住戶去安冷氣機架 或者曬衫架 那種 但是我的疑慮 都是小型工程 始終工程完成之後 或者整個物件擺放之後 十年之後 二十年之後 是另一個殘舊 另一個簽建 都是舉回冷氣機架 或者是一個浪衫架 你現在是小型工程豁免了 不需要拿專業入職 所以冷氣機架 都是外牆架 都是一個簽建 回到最後 如果小型工程 納入劏房的工程 你剛剛新建的劏房就是劏房 十年之後 二十年之後 你仍然在劏房 仍然是滲水 走貨危機仍然存在 那怎樣去處理 小型工程 並非可以處理 解決劏房的問題 你提出了一個不斷監察的問題 開頭湯的時候 是符合規矩 日久會失收 你是不是擔心這個問題 沒錯 仍然會滲樓 會失收 外牆的冷氣機架 仍然在 煤會殘舊 如果小型工程的制度 在這方面 有某個時限 某個時段 要做一個覆檢 是需要的 我覺得是需要的 要不就只有它 也是一個炸彈 是呀 它煤了舊了 一樣是危機 其他嘉賓 會由這個小型工程檢查 我就有這樣的看法 我支持小型工程 做一個工程 但一定要 倒下一個就是 我的持牌者 有沒有專業資格 去判斷到 究竟我現在用了幾重物料 以及這個大廈可以成功 你說明小型工程 可不可以直接說 我都提過 用賓股牌照去監控都可以 要我的業主 要申報說 你是自住 還是出租 當然是自住的 可能用小型工程去監管 例如你必須要加大電力 或者你暗線 或者你不要藏著主力場的鎮 已經足夠了 但當你出租不是了 因為你人口多了 可能入住那些五口人 加一百尺就可以了 而出租就用賓股牌照的條例 你必須要送很多 你人口也少很多 但當你出租的時候 那條例應該是收緊一點 你要符合很多的走骨例 公司例 你要符合所有的例 你那個差不多 將它提升到 就是賓館的監管 差不多 就這樣租出去 就不需要賓館 我們昨天開區議會 都說 可能會多了很多賓館 有這樣的需求 可能會多了很多賓館 為什麼呢 由這個劏房過度 到政府的房屋政制又改變之後 是有這樣的需要 即是現在用劏房方法去走法律 其實是一個接近賓館的 他本身是賓館認識 他都是收租的 都是群體識住的 所以來說 監管就是 可以的 如果 你一個業者要申報 你騙政府 我講 你覺得怎樣看 楊振宇 將它提升到 用賓館條例去監管 是否符合這個劏房的情況 其實是絕對同意 這是最安全的方法 我指出另外一點 其實現在的舊樓 很多都不是我們現在住的 就是純住宅 現在舊樓叫做綜合式 可以雙住兩用 通常地下二樓三樓 很多做了商鋪 商鋪其實都有很多潛在危機 未必一定說 小型工程監察到他們 很多 譬如說 最近辦事處附近 有些藥房 藥房租了各樓去擺貨物 可能他擺在全門口 誰規管他們 也沒有人規管他們 因為舊契 他們可以做這個用途 其實政府是否在這方面 都考慮一下 舊契已經過時 會否在這方面 都要檢討一下 阻止這些商戶 去這些住宅做商鋪 因為其實他們的流量很大 人又多 譬如有時網巴 十多二十人堆在樓梯上 都未頂 因為一有起事上來 其實也是很多人的傷亡 除了這個小型工程監察制度 政府打算立法加了一樣 如果發覺這個單位裏面 劏房或內部的改建 其實是違反建築物條例 在這種情況下 政府有權用首領去執法 現在來說 基本上要有一個很明顯的危險 迫切的危險 才可以申請到首領進去 將它的標準降低 為何一定違反建築物條例 例如裏面的改動 就不像是小型工程的東西 實際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這是違反了現在的豁免 現在的建築物條例 豁免了一些很少的間隔 木的間隔 你家裏做口釘 這些你不用申請 你做一個木的間隔 自己家裏的間隔房 也是不用申請的 輕微的那些不申請 那劏房為何要申請呢 就是他可能多了很多 例如套房的設施 整個平台 整個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想 立有一個小型工程的情況 但如果他的劏房 更嚴重的改動 違反了建築物條例 他就加了政府有權 就是有一個新的首領 進去執法 以我想做這件事 就這一點你會不會贊成 政府很大權 其實他很難界定 是否劏房違反建築物條例 他要入屋巡查的時候 他用很多窮 一個部門的人手 現在的法力沒有權 他沒有權入屋 他現在立即有權 他不可以一時三入 就算要進去 很多時候屋宇署部門的同事 對我們反映 我去到門口也進不去 我等足兩天也進不去 那麵羊仔在門口 他的權力去到這樣 難道真的爆門進去嗎 你進去才看到 間隔會否違反建築物條例 其實大家都理解到 一般劏房 間隔很多間房之外 都會佔高地台 水喉 來水去水都佔在地下 其實那一陣子 是太重了樓宇負擔 由於現在沒有這個權 即是無法執行 所以政府想改例 令到屋宇署有這個權 可以進去 就這一點 你會贊成 因為這個 變成有少少會 即是 可以入屋 政府 贊成為我還是悲觀 你看回建築物管理條例 三四四章 其實現在民政事務處 在樓宇有即時危險的時候 他們有這個權 但是 你回到歷史來看 他們有沒有做過 即是從來不用這個權 即是日後真的有權 屋宇署入到屋做事 他們有沒有決心做 這個大家都很悲觀 你的意思是 到時給了權 你要邊查他做 除了這兩個 情況之外 就這個三毛 大家有沒有什麼建議 如何由三毛的大廈 將它變成三有的大廈 即是 變成是 能夠有 法團管理 有管理公司 還有 有保安 即是可以防火 那方面 能夠搞定 其實我剛才 我剛才提過 那個區域性管理 即是令到一個單動大廈 即是不能負擔管理員 或者管理公司 甚至一個清潔 等等維修 即是一棟單動大廈 不能負擔 但一個區域性的 譬如一條街 或者幾棟大廈 聯合聘請一間管理公司 聯合聘請一個管理員 或者叫兩個管理員 他不斷在那條街 即幾棟樓宇 日常的巡查 他當席的時候 就是巡查 甚至一些 一起去倒垃圾 集起來倒垃圾 還有一些小型的維修 即是游下扶手 游下牆壁 或者天花滲流等等 小手小布 其實這種管理 可以實施在舊型的樓宇區域 即是舊型的樓宇區域 新興的樓宇也不需要 舊型樓宇區域 即是減低了意外 是很多的 這個小區管理 這件事就是倡議 看來可能十年後 都未有成事 在現階段來說 有甚麼方法加強對 這個沙毛大廈的支援 即是給多些維修基金 支援方面 我看不到那個維修基金 很大的幫助 我的沙毛大廈 現在就限於中工計 我也擔心 如果幾個大廈一齊去管理的時候 牽涉幾個大廈的工計 是否一樣 如果是一樣 還有些機會可以談談 如果不一樣的時候 好像我自己的大廈 即是我現在辦事室的大廈 外場是私人的 如果隔離大廈外場有工 管理方法應該不一樣 所以這些東西 我覺得政府要放很大的資源下去 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現在那些支援 或者執法的加強巡查 都是很輕輕的 例如玉宇柱在4月1日展開特別行動 每年對150棟涉及劏房進行 目標樓宇進行巡查 150棟 香港有萬多棟 是萬多棟劏房 30年樓齡以下的 一萬六千棟 是的 大部份是有劏房的 估計也會有 即是1%的就查 如果要查完 就查一百年了 其實就這方面加強 你會否覺得政府在這方面要做多些 我也是 你個區發生事應該是 我也是這樣想 政府的房屋政策 一定要盡快去落實 建公屋及居屋 這是一定的 劏房是有這個需要的 不能夠到此補充 過渡時候我們就監補 監補充的時候 先說 融屋賓管條例 仍然可行 或者可以做一個短暫的監控 你重建了它 是徹底解決這些炸彈 好了 大家有沒有 我給每人有一分鐘 到 你總結一下 這個劏房問題 究竟問題是怎樣處理 或者剛才有些意義 而言未盡的優惠 梁振宇先說 其實歸經究底 剛才潘志民都說 其實是整個香港房屋政策的問題 假如政府真的有決心去做 重建做得好 公屋就蓋回多些 復建居屋 其實那個旋轉門做好些時候 其實已經少了很多人在劏房住 在舊樓住 即是市場的力量 其實炸彈已經少了一半 都解決了一半的問題 所以你其實支持復建 居屋建多些公屋 沒錯 再重建 三樣做 衛揮南呢 我同意楊振宇的說法 其實要復建居屋 和加建公屋 令到租住私人樓宇 即劏房的住戶 可以早日上樓 減低他們的風險 同時我繼續倡議 這個區域管理都希望政府 可以認真認真考慮一下 聯合是一條街 或聯合是幾個私樓群組 一起的聯合管理 同時如果在劏房 和立例管制 可以引入 旅官業條例 即賓館 以及床位業所條例 即農屋 引用旅行條例 去規管劏房 令到沒有網管 大間的都可以一劏 一劏八 一劏十 小間的一劏四 五 那些劏房的業主 一開很多間 他們沒有網管 以及沒有法律制索 令到危機不斷潛在市區 那潘自民議員呢 我也是這樣說 一個總結就是 下任特首 將增建公屋 復建居屋 做首任的工作 其次 劏房的過渡期 是要立例去監管 以及加強巡查 加強執法 希望不會再發生 多管制 或者一三 一直燒燒到重慶 再燒到去 再燒到去 整個舊營區域都會燒到 是的 我們希望 政府看到這些情況 在立法方面盡快 以及在執法方面 監督方面做好些 令到這個城市炸彈 不要在其他區域爆出來 那潘自民議員 你那一宗 多點去 督促政府去做 會的 好了 今天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如果有下集 我們會跟大家深入討論 這方面的法律問題 跟大家招呼一下 明天再會 多謝各位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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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聽眾